什么是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它就是皮肤的一个慢性发炎 大部分是好发在孩童 他们都会皮肤觉得特别的痒 特别的想抓 然后严重状态甚至会抓到晚上会睡不着 然后还会再合并一些就是症状 可能会狂打喷嚏啊 就是像鼻子过敏这样 然后有的会气喘 然后有的小朋友呢会一直揉眼睛 然后家里的人呢可能也有就是异味性体质 爸爸呢可能有鼻子过敏 然后可能有气喘 然后妈妈呢可能呢有皮肤过敏的状态 然后也有可能有鼻子过敏的状态 然后一开始发病的年纪呢 其实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发病 大概在一岁以前的幼童 然后一直到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呢 整个状态呢会改善很多 但是有一些严重的异味性皮肤炎呢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控制到非常好 所以呢导致到他们成人之后呢 就是都还有就是异味性皮肤炎的残留症状 已经成年人了 但是呢皮肤呢全身的皮肤呢还是红 然后脱血 记得关注再走哦